宜蘭苏花改冬奥隧道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发生了三车追撞的事故 一名义车驾驶行进隧道内没有刹车 直接追撞前方的轿车还有大货车 力道之大导致前后三车多处毁损 三人送医幸好没有大碍 宜蘭苏花改冬奥隧道内所有车辆放慢速度亮起双黄灯 突然一辆义影车从后方行驶而来 几乎没有刹车就撞上前方轿车 黑车被撞到向右滑出 而这时义影车还没有停下 再追上一辆大货车 义影车车头毁损 挡风玻璃碎裂 驾驶卡在车内动弹不得 救护人员及救援将人救出 回到事发现场 黑车车尾严重扭曲变形 撞得面目全非 发生在17号早上10点多 一位义影车驾驶行进隧道内108.6公里处时 疑似没有和前方车辆保持距离 直直撞上一辆轿车和大货车 力道之大 肇事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发现他身体多处擦挫伤 遭撞的黑车驾驶和乘客 也都有身体疼痛的情况 索性没有大碍 这回事故造成东奥隧道 北上路段一度封闭 近下午2点半恢复畅通 目前警方已排除肇事驾驶酒驾行事 详细的肇事原因和责任将一彌清 记者宜蘭综合报导